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特别要学习菲律宾的画面 像我们最近的艺人有好几个million的followers 都去圆山大饭店去那边玩 第一他们很喜欢那个design 第二个就是里面他们真的吓到为什么全红 菲律宾他会喜欢红色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他会对全红的他会那么的surprise surprise 因为在菲律宾很少看到中国风的building 对 都是那种西方的就是 那颜色呢 白色 颜色应该因为red是very attractive的颜色 然后而且像我第一次去圆山大饭店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全部都是carpeted 然后很舒服啦 很像有家庭的问完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里面可以住 他们以为就是观光而已 很像museum 他们不知道那是hotel 2010的花坡去的吗 我们有花坡 那时候也有菲律宾的花坡来参加 对 所以花坡的地方 那时候也他们介绍很多菲律宾中药的 那个plants and flowers flora and fauna 所以其实圆山真的很多菲律宾 所以它不是只有移工的商户 我现在介绍你们有没有发现 圆山是很像菲律宾来台湾的商户的很重要 所以应该可以说 这个地方圆山的地方是台湾跟菲律宾真的可以相处 然后它不是自由来工作的 真的是菲律宾来台湾看台湾的商户 然后可以菲律宾跟台湾的关系 然后文化交流的地方 然后我就要回答 为什么有很多菲律宾来这边做礼拜了 以前1957年这边开放给美国人 美国的military service 因为那时候就是美国跟台湾有好关系 然后他们差不多 1971年多的那时候就离开这里了 离开 可是呢因为已经有教堂了嘛 所以这边就大家知道有英文的 Misa Misa 或者什么我们中文说什么 Misa 嘛一样特别是Misa 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大家知道就是有英文的Misa 然后我们菲律宾文也是叫Misa 真的一样的 对 所以后来呢 1990年呢 是不是开放给移工菲律宾 所以他们听到这边有英文的Misa 所以他们来这边做礼拜了 就是这样开始 然后因为有菲律宾来这里 慢慢菲律宾滑爪 就找到地方就是在进旺旺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就开始有开一个店 然后到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在那边买东西 然后他们的market呢 他客人就是嘴菲律宾的朋友们 所以为什么这边就变成一个菲律宾的小弟 叫玛利拉 为什么有玛利亚 因为菲律宾是天主教 天主教相信就是如果你放玛利亚在你的名字里面呢 你会当一个好女生 对 那个意思就是好女生 你说女生很多玛利亚 但男生很多什么 Joseph Good question Joseph 为什么是Joseph Joseph是玛利亚的老公 一样你当Joseph 你会当好男人 这样的意思 所以从家会出来 往这边走到金万万 这个就是我们叫的菲律宾小玛利拉 所以从那边一直路上你会看到很多卖的东西都一样一样 衣服啊 手表啊 购楼 这个跟教会有关系 就是我刚刚说了1990的时候开放给移工 然后他们有一个菲律宾华侨做一个店 你们等一下上去真的不一样 真的跟台湾的买东西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感觉就是你们看到真的是菲律宾的风格 在玛利拉的感觉的卖东西 好 Let's go 大部分这边的重点就是有买衣服啊 有山西啊 然后他们可以吃猪猪餐啊 说很多 这个是猪猪餐 菲律宾的猪猪餐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不一样 这个就是那个Hot Dog 那你们觉得可能颜色比较深啊 因为我们喜欢用醬油 然后我们的醬油我们看到在那个 把握公司那边是比较深的颜色 所以颜色真的是比较深的 一共生活就是都在这里 所以为他们方便 然后第二个他们想做一天都可以做完了 连卖山西啊 还有漂亮啊 还有换派对就都有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道路都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给他